卑斯省長賀錦在美國三藩市與三個西岸州份的州長 簽署更新氣候合作協議 共同加強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臨火、乾旱和水災等問題 吳慧基報導 今日包括加州、俄立江州和華盛頓州的州長 聯同到訪的卑斯省長賀錦在三藩市一個公園外 宣布簽訂一份為其五年的氣候合作協議 近年來在太平洋西岸地區出現類似的天災 影響超越地域國界 例如加州在9月出現連續10天高溫 一如卑斯省去年7月出現的熱蓋效應 需要彼此合作找方法應對 俄立江州州長Kate Brown也指出 要合作應對氣候問題 因為在郊區生活的低深入階層受最大衝擊 卑斯省長賀錦也指出 新岸三個州份和卑斯省不僅要面對氣候問題 亦要面對所引發的社會問題 跟著共同的歷史文化地理等因素 在新協議下幾個行政區會合作 過渡成為低碳經濟、投資可靠電力 普及電動汽車基建 加強保護而受天災影響的社區 新時代電視吳慧基報道